庆祝重阳节御礼政公所特别发放重阳敬劳礼金 表达对长者的关怀及敬意 发放期权是9月25号一直到10月23号 重阳节前只要持通知单 身份证和印章到各礼的办公处领取礼金500块钱 还有宣告品一份 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即将来临 为了弘扬敬劳美德 维持敬劳尊贤的传统 预理政公所在重阳节前发放重阳敬劳的礼金 以表达预理政对长者的关怀跟敬意 发放期程从9月15号星期一到10月23号星期一为止 在重阳节前持通知单 身份证以及印章到各礼办公处领取礼金500元 以及宣导品一份 我们开仓大概是100多个 500块的礼金 现证是600 然后超过85岁的好像是3000块 依据公所的统计 这一次重阳礼金制证资格 是重阳节112年10月23号前 涉及预理政满两个月 并且年满70岁以上 全证15个礼总共有3383位 70岁以上的长者每人500元的敬劳礼金 合计共发放新台币169万1500元 记者高中双预理政参访报道